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大家好 全国同学们 收看今天的金钱到 好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尾盘又拉起来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如果说不管盘中 我们最近发现很有趣的现象 如果你只看收盘价的话 根本就没有下来 那这说明什么呢 其实下不怎么来 就真的下来尾盘也被拉 那有人就说 老师没有 那是因为拉结算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你知道 现在投资人 每一个都学富5G 大家都知道结算 台子期 美元汇率 欧元 钱啦 每个都很会讲 可是其实真正的重点 还是回归到一个重点 你做股票没赚钱 对不对 那我觉得以今天来讲 今天几个重点 就是说 在震荡的过程当中 很多股票它被打下来 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 整理以后会再上去 一种叫做 有做头的疑虑嘛 所以这就分出胜负啦 股票市场跟 跟联考一样 跟考试一样 你人生也是一样 就是 他有一个试炼 你知道 这个应该要因缘于什么呢 有点像达尔文讲的 这个 悟尽天泽啦 在这个战场开始的时候 你放一堆人进去 最后活下来的那个人就是王者 他可以适应这个时代 继续往前走 那个就要赚到钱的人 那一样 联考也一样嘛 一定是 有人上榜 有人落榜 藉由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讲就是说过程 筛选出赢家跟输家 你去把它分辨出来 那股票也一样 股票你可以学很多东西 可是判断你输赢的只有一个标准 你赚到钱没有 对不对 所以其实 你应该是要先拿这个标准来问自己 我今天有没有赚到钱 那如果我要赚到钱的话 今天要做什么动作 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去做观察切入 你的头脑才会清楚 像以我来讲 我觉得我看法很简单 每天都是进场点 对不对 关键是在看你进哪一档股票嘛 那你既然是每天都进场点 周周要20万的话 今天就是 哪一档股票杀起来还是买点 哪一档股票杀起来还是卖点 这样就好了 今天该买谁 今天该卖谁 今天该卖谁 就是唯一的工作 至于就是说 讲一大堆什么 什么期货 什么多空单 多空笔 选择权 外资避嫌部位 期货拉尾盘结算 关股行库有没有作对 然后 那种都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说 我可以理解有一些财经专家 有一些名嘴 他为了要掩饰自己操盘功力不足的事实 装作很专业 那你会看到市场上现在有一种怪现象 很多那种节目一个主持人 访问一大堆那种财经专家 那讲半天七嘴八舍 结果也不知道明天到底要买什么股票 那你看那种节目干嘛 对不对 那偶尔讲到几支股票了 隔天你一追都高点 不觉得很可悲吗 对不对 那有些节目就是 我们讲的就是说 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没有用 比方说以我来讲 全台湾现在都知道最会做金色的就是我 对不对 没有人可以比得上我 我金色王 我从他挂牌第一天 那天那五百八不到六百块 我就带人家去尻 一路一路连续十六七次 到今天早上我跟他讲说你们不要追 会有很多散户进来追 因为媒体很多人告诉你说 这是下一个骨后 所以今天会有很多散户进来追 那这些散户追完了以后呢 痛了 翻黑了 那隔天下了屁股尿流 三天之前他们出场以后 这金色就会继续往上走 这是我的解盘 因为我的解盘是针对操作来的 那一般的人就不是 一般人会讲一些五四三 那所以我跟一般的投稿是最大差别 就在于说我是专门 专精在操作上 那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事情呢 我要你特别分辨出 操盘者跟解盘者 他不同的思维 你今天在节目当中仔细看我的思维 这很简单跌不下来 解盘者会告诉你说 诶 这个地方 久不过高是不是要做拉回 那这种解盘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呢 我解释给各位听 拉回 除非你能够预测他拉回的深度 够足以你打空单 赚到一定比例的钱 否则你讲这句话干嘛呢 对不对 那在我来讲呢 我就刚刚跟各位讲 我的逻辑是 今天拉回的过程当中 有人是可以买的 有人是可以卖的 你把它分辨出来 然后去做那个动作 我完全是在操作 别人是在解盘 那是为什么我们赚得到钱 很多人整天在赔钱 那我们来看到 今天的重点很简单 尾巴拉起来的是谁呢 有的人当然说 老师当然拉全资股的台积电啊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有一种股票是尾巴拉起来的 那一种股票就是怎么样 下一波主流 这种股票就是我昨天说的啊 2018年ECO要上路了 什么叫ECO 我跟各位讲汽车股是主流啦 那汽车股当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 还没有涨汽车股 简单的来讲 我跟各位讲汽车有个概念 你看这352同志嘛 那我们要同志 同志的重点在哪边 大家你仔细看 它是2015年 它是上涨了 对不对 可是2014年没什么动 那我们来看维生好不好 维生它是2014年大涨 从100涨到400 可是它是2015年呢 整年都没有动 所以你单元抱住它是没有用的 你要买这里 对不对 就像你现在怎么去研究同志 其实意义可能也不大了 因为它现在开始在进一个整理 那也就是说 每一年都会涨一支特别的汽车股 我基本上很简单 10档汽车股当中 我把去年曾经大涨都删掉 留下那些还没涨的 我要去做这几档 我的想法是不是跟你们老师完全不一样 你们老师会跟你们解一些已经大涨的股票啊 对不对 你一定要从还没有大涨去找 你才有那种爆发性的利润 才有机会找到那种 100可以涨到400坏的东西啊 好那我们来回头看金测 今天震荡是很好 征服天下之前先洗盘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呢 要把短线客洗掉 那短线客当时七百不买 七百五不买八百不买 现在上了一千跑进来追说它是股后 那这种人不可能赚得到钱 所以一定要把他们都洗掉 把这群短线客洗掉以后 韩就可以继续涨 那问题点在什么地方 你怎么样抱住这个股票 抱不抱住这个股票 除了你个性上的关系之外 除了有人在后面增强给你信心之外 重点在于你的买卖点 如果你今天早上去追1175 你明天怎么抱得住 反弹你一定下了屁股尿流先走再说 可是如果你跟上次我们看到 压缩到最尾端的最后一天 收小红的这一天 有没有 三天忍住买这一天 一旦喷出你一定不知道现在 为什么 因为你一买就赚钱 一赚就往上继续冲 所以下一次的买点 你一定要早悟这个时机点 那你等我通知 那么我们刚刚跟我讲过了 有一种股票震荡之后可能再上 有一种股票震荡之后呢 不见得再上 为什么呢 我们拿两档股票来跟各位说 假设你买的是金测 你买到800块 你买了700块 你买了600块 今天出现震荡你会不会怕 不会 你知道那在洗盘 把短线课洗掉就上去了 所以你的心理的思维是在于说 这张股票我该什么时候加吗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今天 我们来看到 买的是星象 那你已经下屁股尿流啊 为什么 这张股票做头已经做半年了 颈线这么大 一根粗粗的 留下一滴眼泪 说真的你不怕吗 讲真的你不怕吗 你300块如果买10张星象你不怕吗 跌快100块了哦 你追在300人你跌到这边快100块了 200多了哦 快要100块了哦 先前有位赵先生 跑来找我 他跟我说他300万要买10张的星象 我刚才说你300万10张星象 不如去买600块5张金测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他看一个另外一个头顾老师 那听说形象也很好 我是没有特别去看人家的节目 市场上也蛮有名的 说这个星象哦 他有一个很大的梦想 中国的游戏之外呢 今年上半年不是有一个意大利法规的题材吗 再搭配他那个第一季的EPS 还有三月的营收 讲的跟真的一样哦 一顿一顿 那这位朋友就说 赵先生说 那我要买10张的星象 赵先生你觉得怎么样 那后来那个金测不就挂牌了吗 我说不要 你等金测上市贵 他那个时候差不多600块 因为你在新贵的时候价钱差不多在那边嘛 你300块买10张的星象 你不如600块去买5张的金测 当下他可能觉得不以为然 那我只跟他讲了一句话说服了他 你要300去追星象 请问一下这股票已经涨了多少 涨了快要5倍了 从100块不到涨到300多 你要去追 对不对 那你不是等于是高档进场吗 赌他还有更高吗 那金测呢 情况不一样 他刚挂牌 价格在600 然后呢一直守在那边盘一个底 你要选择高档进场还是低档进场 对不对 高档进场跟底部进场 选择全在你 这并不是因为金测价格比较高 他就比较危险 他的位阶相对来讲 反而比较低 因为他还没有开始起涨 半年之后 他多么感谢我 对不对 心象你当时如果买在300 这个地方买10张 现在跌到200多少 最低217 你就算是要反弹上去 第一个你要越过景线 如果没有越过景线 再被打一棒 你就算越过景线了 回测景线站稳 再上去300 你也不过解套而已 还没赚到钱 可是如果你当时呢 跟赵先生一样 你选择600块的买了5张的金测 现在来到多少 1000多了 1张40万 5张呢 200万 差有够多了 你知道了吧 跟错老师的下场 还有你跟对老师的结果 差真的有够多 那资金行情要站在资金的角度思考 你要站在什么角度思考 你要买那个还没有起涨 高档进场 谁能赢呢 低档进场 不赢也难 对不对 市场上有很多的赚钱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归纳到最后 终结我还是说一句话 底部进场 不赢也难 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不需要去追那种已经大涨的股票 你如果认同我这个概念以后 你一定认同我接下来要跟你讲的一个理念 汽车股 我们把去年前年都大涨的股票删掉 剩下汽车挑出来 就是今年的机会 因为我们挑还没有涨的 对不对 那有的人就说老师 可是还没有涨的 通常业绩都比较差 你答对了啦 要不然他怎么在底部呢 可是如果半年报 他出来的业绩比去年大成长 现在在低档区有没有可能是转机 机会就来了嘛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英利 为什么最近可以走得比较强 就是因为他去年前年没有涨啊 他刚挂牌的时候没有涨啊 所以最近很自然而然 他就长得比人家强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六灰 为什么最近长得那么强 因为当时在涨态要侦测器的时候 六灰没有涨啊 其他人都被拉翻了 对不对 其他人真的被涨翻了 你维生间就涨翻了 涨几倍啊 对不对 后来大家说 胎牙侦测器是要绑在气嘴上面 诶 那就轮到六灰啦 所以关键还是在于 你过去没有涨嘛 买以前没有涨的股票 你不觉得现在很好赚吗 非常的简单啊 所以我说是在古王计划第二阶段 叫遍地开花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动作很简单 古王古后 古王子 古公主 这五位骑士 股价还不到一百块 我们认为 他们有机会 站上一百 接着往三四百迈进 从小养到大 第一时间都跟上我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 每年都会有一档 两档股票 汽车股大涨三到五倍 那我们这边神秘奇事准备发动 注意哦 在古王计划当中最精彩的就是这一段 你怎么样把一档不到一百块的股票 养到三四百块 那就是你翻身的大好机会 好 那我们说周周二十 388一次搞定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微加回来 避震了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电话 大华大华国际投资 二三六二八零零零 《 互相殓膊》 大华国际投资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不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藉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股市有时候每个阶段它掌握到的诀窍会不一样 它走不一样的东西 以现在来讲我们讲几个逻辑 第一个叫资金行情 资金行情它喜欢的就是高价股 再不然就是名门正派大量的股票 因为你钱才塞得进去 想象一下这个资金 如果你手上是有三五十亿的对冲资金 你一定是要找那种有大型 那有人就说老师那我不做台积电 可是投资朋友们你会发现到 不见得是台积电 只要是名门正派的股票 今年都非常的强 对不对 像什么股票 什么你看最近的广宇也好啊 对不对 你看像这个美绿也好 那回头到我们高价股来看 你只要找出这个去年没有大涨的这种高价股 今年来讲底部起涨的股票非常的多 我举个例子你们看一下讯星 对不对 那最近为什么很强 你看它昨天转强了以后 今天也没有马上下来 对不对 我们来看645一红电脑 有没有 为什么 我告诉你原因很简单 原因就在于 这一档股票实际上 它挂牌以来 当时是一路往下跌 跌到下面这边打一个底 有没有 才从100块这边急拉到170 100急拉到170 这是一个拉得很快的一个数字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的底部啊 对不对 它的底部啊 你今天回头去看 当时很有梦想的股票 像什么百言 还不是死了 像什么 立峰啊 还不是死了 为什么 它们之前涨太多啊 受不了就掉下来了 那有人就说老师不是 因为中国什么什么不如预期 传直销没有怎么样 七月营收没有跟上 我跟你讲 等你跌了以后 什么解释它都对了 问题是你现在解释也没有用 你当时高档你也没有卖掉 所以股票最终来讲 我跟你讲 我必须要这样讲 万佛归宗 最后就是一件事情 底部进场就是稳赢的 那好像说老师 我在底部进场 结果它不会动 因为选股太差 你要买主流 你要买名门正派 你要买业绩有成长 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股票既然有一个 大致的逻辑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场 你可以批评我的节目 绝对不要怀疑我的诚信 因为我都把我的方法 一无一时的告诉你了 比方说金册 对不对 我在台湾 我不敢说唯一一个 现在也很多人来沾酱油 对不对 但是挂牌那一天是我们考出来的 这是事实 你说全台湾所有分析师 欢迎来跟我挑战 我是金册王 我再讲一次 我蔡振华是金册王 我挂牌第一天我就考给你看 挂牌的第一天 一路到现在 未曾改变我的做法 我还会带着心境的朋友 适当的时间再做进场 我在所有的事情 大家都还不认同的时候 我就摆明的直直跟你讲 这张股票以后干掉 汉维克它就变成股后 我还可以跟你讲 我的目标还不是股后而已 这个过程当中 一路以来你们是跟着我一直看过来 那有的人当然是一张都没有赚到 只因为你可能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这五六百块的股票我是不可能做的 我连一张我都不会买 对不对 但是我有提出我的方式 叫做用小的去养大的 你心中的疑虑我有拿出我的方法 你不接受那另当别论 但至少我做到了 我认为这是最贴近你能够发财的方式 我左思右想我想了三个礼拜 怎么样让一个资金不到三百万的人 也有机会 养到一档未来有可能变成股王或股后的一档股票 我最后想到了 用小的去养大的 对不对 我用美律帮你 我用广语帮你 我用新的低价的汽车股去帮你 让你累积到那个资金以后养一档金册上来 两年之后说不定你整个会翻身 你的八字整个变 对不对 我会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不是只有在那边耍一张嘴 在那边解盘 解盘是没有用的 那我们来看到那个金册 这是当时刚站上八百块的时候 那我说过全部续报 但是你不要追 追了你一定死 隔天不是追了你就掉下来吗 我说过了 追在高点的 隔天开盘就会想出 因为你套牢你受不了心理的压力 等到你出了以后 这样股票会继续供 当时是在九百块上下震荡的时候 还没有上千 果不其然 短线课一输了以后 马上供上千元 很多人赚了几百万 对不对 所以关键重点在哪里 买卖点 钱要给你赚 绝对赚不完 哪怕一百五百四百一千万 台湾市场的钱太多了 这个几百亿的钱 你赚个一亿就够了 正在讲的原理就是用赚来的钱去拼 你才会得心应手有胆子抱下去 你拿你的存款去拼你一定不敢 但是如果你赚到一百万 你拿一百万去拼 你一定敢 所以未来一年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年 这是我的逻辑 因为我认为三千万足以改变你一生的命运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今天同样震荡的股票还有一些 包括同心店 可以说今天涨多的股票都开始有点震荡 不过我认为说震荡过后还有一些股票创新高 我们从仓佑来跟各位解好了 最近大家不是风仓佑很热吗 它是那个汽车变速箱 为什么它在这边特别强 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它去年没有涨 答案就这么简单 你看只要去年有大涨的股票 现在都拉不动 所以答案很简单 找还没有涨的汽车股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下一档 今天转强的原山 6275的原山 它是那个汽车散热风扇 我跟各位讲一个道理 这股票刚开始涨还不到20块 可是你看原山 你看一个重点 它半年报不是赚7毛吗 对不对 老师它汽车股半年报赚7毛 对不对 这个难怪这个股价只有20 对啊 因为它风扇不是完全用在汽车 用在别的地方 可是重点在哪边你知道吗 它半年报7毛 去年一整年才赚2毛 3倍 它上半年的7毛 已经是去年的3倍多了 重点它 重点它下半年还没有加 可是它营收是上来的 下半年比上半年高 下半年都是2字头 上半年都是1字头 下半年营收比上半年高 有可能你Q3Q4搞不好比上半年还多 我的 我的妈呀 你去年才2毛 现在已经7毛多了 这会几倍我不知道 那我问各位一件事 到了下半年 如果一家公司的EPS 是去年的5倍6倍 你觉得它股票会不会动 怎么可能不会动 对不对 你是合理的一个推论 那你说老师 可是我要等到数字出来 我才能够确定 股价都先动了 对不对 我今天只有一个重点 重点就是 它刚刚开始 股价够低又位置低 就够了 至于你说下半年EPS 到底多少 我们就等着看 对不对 你一定是在行进间 边看边验证 连展 今天有一些连接器也转强 昨天要跟我讲说 要讲安心 今天时间又来不及了 安心就是摩斯汉堡 它的现金流 你去查它上半年的EPS 现在全球负利率 有现金流的公司 大家其实最喜欢 周周二十万388一次搞定 我明天要带你买进一档 其四一号 也就是 我认为 未来有机会 再不到三位数 现在七八十块 有机会占上百人 再往上继续勾了个人 那么我们说这一次 遍地开花的行动 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 那么趁着今天的震荡 明天我们有一档 我们要进入最好的买点 388 我们就带你一次表情 明天好好把握你的机会 也来带你进一档 本公司 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赐负投资风险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华国际投资 2362-800 大华国际投资 大华国际投资 2362-800 消灭灯格热 仔细清扫 立即做 银水积水盘 若有积水要倒干净 花瓶臼水倒在土壤中 可以避免再次积水氧纹 花瓶底部盆栽底盘 要尝尝刷洗 避免温软附着 不使用的水桶 记得倒质量干净 别忘了食温鱼 也是上面急决的小帮手哦 防止灯格热 清干净 倒干净 刷干净 晾干净 大家一起来